有眼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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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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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發 下午 你們盡快離開行者路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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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會遊行, 表達訴求 是香港人參與公民社會的生活 不過這一年來 集會遊行經常出現爭拗和混亂場面 打人, 打人 三年香港, 打人 私連任香港, 為甚麼會變成這樣 又是, 非黑即白, 敵我分明 保護警, 你放上去… 支持, 反對, 兩派對陣 甚至出現肢體碰撞 爭拗不斷升溫 放下水, 放下水 如果警方因為要替政府面子 而去做一些行動 某程度上更加趨化了市民和政府的對立 支持警隊 是守命… 有事乾淡, 能上招 社會好像壓力波一樣不斷升溫 而我們當然現在在時機中 最關心的是 究竟警方在當中的角色是怎樣 只能用到公民開則 任何人士 一定是在公子堅廣場 舉人到先代, 即時, 保持真正 我們就開始排隊, 進入這個會場 其實每一位市民都要進行安檢 只是象徵式, 看看袋子而已 穿件衣服, 要穿嗎? 我們可以穿兩穿, 我們可以穿 但是到了我和黃之鋒的時候 他就要我們守身 這樣就叫我們穿件衣服 看看有沒有身上藏有示威標語 學問思潮成員黎文諾和黃之鋒 十一國慶當日, 到星期禮現場 打算用墨站的形式示威 事前他們已經預先公佈 但是現場的保安 很快就要求他們離開 請他去公眾人士觀禮區 你不要請他 我們請他 你不要請他 出示威陰性 當時我看到的情況就是 在這個爭議出現 推撞長時間 甚至示威者大雙向警察呼籲 叫他過來協助 在場的警務人員 無論是便衣、軍裝 全部都是保持距離 邁都不邁來 我剛才站在這兒沒有姿勢 你怎麼拉我走 我犯了甚麼法 你使用武力的時候 你要交代清楚 如果你是警員的出示威陰性 這是根據警察通例 我犯了甚麼法例 示威本身是平靜和平的 是定在不動的 根本就不會造成甚麼大的影響 唯一的影響就是睹眼睹鼻 這個就是政治問題 李克強到訪 港大內外保安重重 一班學生想去會場向李克強遞信 從一個前線警務人員來說 有時候他未必看到自己的政治角色 例如舉個例 港大事件 當中央的要員來香港 跟香港的警察高層聽說 我要把這區都畫 不讓人們過來 他上台又同意 當你做前線那個 在很遠很遠的邊 攔著示威者 趕去山崖下面示威 從他那裡來講 他當然沒有抱著一個政治工具的目的 去做事 但實際上是扮演一間政治工具的角色 公眾是有足夠的理由 去質疑警方是否政治中立 我有權力 我沒有動手 我有權力 請你走 兩個月前 網上流傳一段警民衝突的片段 引發社會激烈爭論 我跟你們說 放鬆口不是一份罪惡 之後 支持林老師 和支持警察的組織 各自動員舉行集會 兩派互相對峙 為何我會去旺角那次集會呢 其實很大原因是因為 那次集會的性質 這些去的警察 或者香港行動 他們就是想去譴責 一些質疑警察的聲音 我作為休捧市民 原來覺得這個行動是很有問題的 游漢邦出席過不同組織舉辦的集會 旺角撐警集會 他也在現場 身在其中 他最大的感覺是 同僑僑有份參與的集會 在集會上 執勤的警員會不會公正執法呢 而是有一位 叫做休班警員 去襲擊了一個示威者 當時就會即時有很多 示威者去組織起來 警方後來甚至是 動用到二、三十人的警力 去強行推開 示威人士遺棄的一個人場 強行帶走這位人士 而之後也沒有作息任何解釋 到今時今日也沒有向公眾交代過 最應該中立的一群人 都開始不中立的時候 社會自然很容易 割走極端 這是值得擔心的 會不會是越來越多 本來都屬於中立的大多數 慢慢走去兩邊 形成一個更多的對立局面 這方面我覺得 真的不可以看輕這個問題 警隊必須要守住 政治中立這條底線 亦都要避免去參與任何的活動 令到市民有可能會懷疑 警隊其實不得政治中立 社會上支持和反對的組織 在集會衝突的場面不斷出現 曾錦山是獨立紀錄片導演 他覺得有必要將自己看到的實況 拍下然後放上網 讓市民有機會瞭解真相 那次就有一個市民路過 他拿刊物 你見到青關外的人 其實他就會過來兇他 你說那你報警 你又見不到 是一個法律上的罪案發生了 警方又好像沒有這個機制 或者沒有這個能力去處理 這些未發生罪案之前的事 那你都要醞釀醞釀 市民覺得你警察都做不到事 當如果是那種對立爭拗 是看到會引致 再進一步所謂初側口角的移動物 出現所謂破壞社會安寧的情況 警方就是有這樣的責任 亦都有權力去介入 阻止雙方去進一步的衝突 主大意見的指法 請你慢慢上行人路 這裡是斜坡位 你要做民意 官航那麼多球場 為何不去呢 我們要下官航 那我上山幹什麼呢 我現在要下地鐵站 我不是下地鐵站 我不是下地鐵站 是, 瘋子在樓太爺那裡 對 根本是你們是妖民的 你也不是維持秩序的 你經常在那邊走路 官方對前線的指引 我們都認為是足夠的 但問題在哪裡呢 但我相信問題是 我們有時去解釋給某部份的示威者 或者是遊行集會的人士聽 他不聽 最令我們覺得困難的就是 有一些市民來的 他們有沒有犯法的 他們都將警察作為 他們對社會或者對政府不滿意 去辱罵我們 就令我們覺得難受 你是否香港人 你回答我 只不過我們的同事不開心 沒有即時在現場 或者是反映了出來 仍然是忍著去執行我們的工作 我很絕對相信 我們的管理層或者警隊 是絕對沒有 在這些事件上 處理這些事件 是沒有政治考慮的 現場變化太快了 有時是快到可能 我們的預計也無法預計 那就要作出臨場應變的方法 我們就盡力執行我們的職務 因為你們紀律部隊要聽 就是一個命令 8月中 特首今年第二次落區聽民意 根據警方的資料 現場的示威人數是大約1200人 而警方當日亦出動大量警力 這次似乎是警察示威多過一次 群眾示威 他沒有解釋為何是封了 於是我們就想 不如站在這個位置做墨站 許麗明在會場外墨站 他形容現場警方的暴房 如臨大敵 我和另外一個小朋友 我們打算站在那裡 但一看都看到很多警察涌上來 我們兩個女孩子至少有四五個警察 男警女警一起涌上來 我亦都不打算做任何的暴力行為 或者任何事 所以我抱著自己 就給一個很清楚的表達給他 因為我的目的只是墨站 如果是維持秩序 要不需要封這麼多路呢 他可能他都是想做維持秩序的事 但我們看到又不是這樣 所以其實 我覺得如果大家用情緒去碰情緒 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因為警察都是人 打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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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激動他都會激動人 你沒有理由就是 整隊人去保護劉振英 我們不可以去見 見都見不到他 連離遠看都看不到 他是在服務他的老闆 他會遷就一件事 不是 就是 他是在服務他的老闆 他會不會去給自己的老闆 他會不會去保護劉振英 你不可以去保護公安 他會不會去保護公安 他們跟傳統上我們認識的反對派 是一個正面衝突的角色 他們衝突的手法 很可能是用肢體或粗鹽餵魚 這是一個很正面、很激烈的衝突 攝影記者何家達,入行五年 越來越感受到他的工作的危險性 他說最近幾次採訪集會活動 都有攝影記者遇襲 9月中,他去灣仔採訪特首樂區 會場外,支持和反對政府的兩派對陣 他和行家要在不同的採訪區追訪 但是警方的佈防就令他們處處愁阻 想走進集會的下心地帶 想進去的時候被他們的工作人員阻止 跟他們理論,他們用頭撞向我的鏡頭 這裡有一層鐵馬 這裡是第二層鐵馬 如果我們這樣算 就有兩層鐵馬加一層警員的人牆圍著 根據警方數字 當日示威者大約400人 警方雖然沒有做封怒措施 現場觀察,警方就出動了幾百個警員 維持秩序 你看到當警察和示威者的人數 差不多是一對一的時候 我們是…那個活動受到很大的限制 你過了解 你進去嗎 你進去嗎 給我過來 學步我給你 確討一下 處於在馬路的中間 其實我覺得警察的要求 就是叫我們上行人路先去拍 或者上行人路去拍 其實不是很合理 但是解釋的同時 我已經是錯過了所有的 就是那些衝突畫面 或者他們那些肢體碰撞 其實那個時刻 那一下其實我什麼都拍不到 就是 消滑車已經進去了 那可以大家冷靜點的 太過混亂了 那所有人都是對著一對 有人要清晰喊一喊 到底你們想怎樣 請求人士想要他的目的也對 警察為協調也對 到底上層是否收了命令 不可以讓領導人落臉 還是前線或者中層的指揮人員 他們揣摩上層的意思 怕要背鑊 而去部署一些 根本不需要那麼阻礙 那麼阻隔性的示威呢 譬如說 可能有很多領導人 他經常落區 其實他是為了想親民 他可能想做一些 甚至乎你向他遞請完物品 他都接受的 那警方本身是否可以試試考慮 在適度的情況 如果假設在領導人生命 受威脅的情況下才出手呢 鍾適明 入了行十八年 他說無論回歸前的港督 或回歸後的特首都不時落區 不同年代他都自身其中 拍下不少照片 多年來 他最大的感受是 官民之間的隔核是越來越大 我可以那麼近地看到這個畫面 是因為我們都沒有被警察去攔開 但是慢慢陸續 可能示威人士的情緒 示威人士的物品 開始有些少對一些官員的底線 開始踩到官員的底線 譬如我們看到一些很敏感的 很抵毀性的物品 請願的說話 他們慢慢開始有些抗拒 到近期我們其實見到 請願人士是瞞到身 只是看到他的車 人家是想真的親手遞給你 而不是想你離遠地飛過來給你 最近兩個月發生一連串警密衝突 監警會收到近700宗對警方的投訴 但亦有市民投訴監警會 對警務人員出席公眾集會 未審先判 警民關係響起警號 如果這個警民之間的互信 是再繼續差下去的時候 我相信對警隊 對整個社會都不是好事 現時警隊有很多自己的通例和守則 有不少其實他們是沒有公開的 因為你不公開 別人就監察不了你 因為別人不知道你是怎樣 你不公開 別人可能會有很多質疑 當時有一些墨站的人士 就站在路中間 那些警察是用著鐵馬 就是壓迫著那些墨站的人士 一直推到馬路邊的 當時其實馬路是沒有位置站的 當時馬路就全部都是愛字頭的 變成這些示威人士 好像三文治一樣 前面就是鐵馬就是警察 背後面就是愛字頭的 另一邊的示威人士 很強烈有一種撕裂 和對立的情況 這種現象以往都未見過 張大偉 民間記者 在特首最近兩次下區做諮詢 他也有去現場拍攝 他說跟觀塘比較 灣仔論壇 基本上牆內只得支持政府的聲音 我覺得這三場的秩序 是一場比一場好 北爭無罪… 這也是香港民主政治 向前發展所需要經過的過程 希望這類的論壇好 叫諮詢會好 日後能夠更加常態化 亦都同時 會場的秩序能夠正常化 政府和市民本身的格幕越來越廣 所謂的論壇其實是在一個實心場內室內 去諮詢一些你已經篩選過 可能對你沒有一個危險的人 才可以和你正面面對面發聲 市民只是隔著警方和圍牆 去向你發聲 大家都想到 如果我向著鳳牆叫 沒有反應 那我就自然向前面的警方叫 當你打壓越大的時候 那它的反彈就越大了 現在社會的氣氛這麼撕裂 包括很多網民也好 社運的人士也好 反對派也好 他們這麼大的反彈 或者這麼大的怨氣 就是因為覺得政府 無論在民生的措施 在政改的立場 在很多其他的事件上 都是不得民心 或者不聽民意 所以他們的感覺就是大石炸死蟹 面對市民質疑 警方強調 在保障公眾安全和秩序的前提下 他們是因應每個公眾活動的 具體情況 作風險評估 而調配人手 不過在上星期 高等法院就一名示威者 被判抗拒警務人員罪的上訴案 判他得席 法官在判詞明確指出 警方部署保安 應該以官員的人身安全風險作依據 而不是以積級高低 去考慮保安規格 接下來是 Mai姐有請 香港是全球光污染最嚴重城市之一 橙眼並非耀目 光亮絕不光彩 這群人怎樣生活 政府拖了幾年 終於有起步行動 但一旦規管 例如強制關燈 反應會怎樣 鏗槍襲集 下星期日晚7時35分 翡翠台 他們會不會 再說 再說 我對 你 剛剛好